我们讲入门 不是讲进宗 八万四千法门 任何一门 你要想入门 我这么多年来 跟同学们在一起学进教 我常讲 讲了十多年了 要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立扬 放下无欲六成 放下贪嗔痴慢 十六个字 四四一十六个字 这十六个字放下了 真放下了 你在哪里呢 你到佛的门口了 记住 没进去 我如果说 你能够入佛门呢 那是我欺骗你 我不能欺骗你 你在门口 你再努力 进一步 进一步呢 你就入佛门 放下这十六个字 是什么地位 用小陈的话来说 叫粗骨项 你的方向目标 没错 是粗骨 你没有真的粗骨 你向粗骨这条路上走 没做错 怎样才能正粗骨呢 那必须要经上的标准 经上标准是 你能放下了 深际 不再执着 深层骨 放下边界 边界上 对立 对立的念头 没有了 跟一切人 不对立 跟一切四 不对立 跟一切万物 不对立 对立的念头 没有了 你的心平静了 那么再放下 见取见隔 界取见 这两种都是 我们中国人 所讲的 成见 那是严重的执着 我以为怎样怎样 总是自己对于别人错 这个念头也放下 在佛法里面看一切世间法 没有对错 为什么 它没有标准 维持世间社会 直序 圣人 假设一个标准 大家遵守 社会有秩序 不会动乱 在佛法里没有标准 所以没有对立 就不会产生矛盾 不会产生冲突 没有成见不会有纷争 没有成见不会有纷争 再把所有 错语的看法 看法通通通放下 要斜见 错误的看法 叫斜见 通通放下 你才能正 出国 小尘出国 许多话 大臣呢 我们华严经讲的 粗性位的菩萨 实性里面的粗性 这真入门 这是真正佛弟子 你是上了佛教小学一年级 你正式是佛学校里面的学生 在小学一年级 这个事实 我们要很清楚 我们真正清楚明白了 自己才会谦虚 那个傲慢 心自然放下了 为什么呢 你的门还没入来 是不是已经到门口 还不知道了 我讲的十六个字 真正放下 你才到门口 没入门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要努力修行 这十六个字放下 修什么呢 修摄善业道 修摄善业道之前 一定要学儒根道 儒家的弟子归道家的感应品 为什么 佛在敬义三福里面 明白地教导我们 修佛从哪里学起 孝养父母 奉仕是他 你看一开头 孝亲尊师 人在这个世界 这两个大恩人 我们的身体得自于父母 父母养育之恩 特恩的太大了 老师祈祷我们的智慧 是我们发生会命的父母 年大恩人 我们怎样小敬 落实弟子归就做到了 这两句就真做到了 那功夫前身 那以后是你的慈悲 是你的智慧 你的慈悲智慧 不断向上提升 那你这个孝敬 也提升 提升到佛果 才是究竟约满 所以你要问 佛家的教育是什么 佛家教育是孝敬 孝亲尊师 是这种教育 把这个孝敬扩大 你看菩萨戒经 就讲得很清楚 以孝顺父母的心形 孝顺一切众生 以尊敬老师的心形 老师是释迦牟尼佛了 尊敬一切众生 为什么呢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这是佛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